天蝎座,天蝎座生性比较有点孤僻,有时候他们认定了一件事,那么绝对就会坚持到底,无论是做什么事,都表现得很固执,身边的人怎么劝都没用,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对的。 天蝎座的人性格比较孤僻,有时候他们经常不爱理会人,喜欢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里面,所以天蝎座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。 天蝎座要是到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地步,就变得很冷酷了,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经常吃亏,偶尔几次可疑,天蝎座都很善于伪装,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。 不要以为天蝎座傻,实际上最不讲良心的主,做事最云淮的就是天蝎座了,但天蝎座即使恋爱了,他都拒绝不了一性朋友对他提出的请求,也不懂得拉开和一性朋友的距离。 还是和以前那样,对一性朋友也是无微不知的关心,双鱼座其实只是表面专情,但实则是很拉琴的星座,天蝎座是好色的。 这点无可厚非,由于控制着性器官,生命又充益魅力,他们拥有最原始的最性感的躯体,自身也是群众情人,在没有碰见真正的爱情之前,他们是见一个爱一个的,固然我们都说天蝎座终身只能爱一个人,是很专情的星座。 金牛座,金牛座的人性格很孤僻,很缺乏安全感的那种,他们交的朋友都是经过自己多方面的考虑的,不会轻易的对别人吐露心声,从不会在外面大声说话,一直都是情声细语的,比较不合群。 金牛座们在很多时候,都不会太关注很多事情,虽然他们的洞察力惊人,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将这份本领,用在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上。 金牛座的人只要在被别人伤害过之后,才会表现出没有良心的时候,他们都不是自私的人,只是很多时候,也是迫不得已。 金牛座之所以会有烂情的情况出现,主要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纠结之中,不知道该怎么选择,那么最后就导致了索性不再管了。 金牛座的人都特别的注重感情,不管是爱情,亲情还是友情都是如此,但私底下他们他们却热情如火,预见重力的对象可能会不动声色,但私底下,已经脑补了不少羞羞的画面, 属于有色心眉色大的一类人。 水瓶座,水瓶座的人性格大多都是比较内向,平时他们很少跟别人交流,非常的不懂得与人交际,也很缺乏跟人交流的技巧。 又加上水瓶座的人性格又很闷,如果别人不主动找他们的话,水瓶座的人很少会主动去找别人的,有些水瓶座因为内心太孤孤傲和高冷,不太愿意真宠的与他人交往,这样朋友也会远离他们。 水瓶座们奇怪了,无觉无数的生活,他们在感情中,也希望自己,能够有着更多的私人空间。 一旦被人束缚他们就会想要逃离,而一旦对方对他们太好,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放肆。 最没良心,他只是享受于自由与流浪,厌恶束缚,成为这样一个负心的人,为他们所愿意的,只是他们太轻易使下了太多诺言,又太轻易不记得去实现罢了。 只能说水瓶座就是烂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